我们也找到了一张陈寒宝老师珍藏的 应该这是您师父侯先生和师父宽老师的一个剧照 这我师父我到文工团之后 我师父给我的这张照片 说说你到这个团里来了 我也不给你讲团史了 我给你张照片吧 你自己去误 你就知道铁路文工团是干什么的了 这后来误出来了吗 中国铁路文工团我可以这么说 正能量满满 这几年下来 每年我们团为一线职工慰问演出 基本上都在400场以上 我师父给照片说 那会儿演出要有这么多观众 我都乐死了 我说比观众还少的吗 你问问小时 我师父说你问问小时 我们俩曾经给一个职工演过 我说怎么给一个职工演过 在大同站演出 演出完了第二天我们要走 正好起来我们俩 看见一个刚下班的火车司机 火车司机一看说 哎呦你们是工团的吧 我说是啊 你没看过我们演出 没看呢我昨晚跑车了 哎呦你看就没看我们演出 太遗憾太遗憾 我说我师父和小时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就说咱俩给他说一个吧 就这样就给 说师父您站好了 我俩在站台上给您说一个 我给一个人演 这是我师父给一个人演过的 所以真的是服务一线的铁路员工 对对对对 那陈老师后来是不是 也曾经给一个观众演过出 云南有一个平交道口 五位女职工是三八红旗班 就这一个人职班啊 没看上节目 我们去了17个人 给这一个女职工演演出 她看一看就跑了 看就跑干什么 来火车她下杆 他特别忙 回头这么看着 回头这么看着 完了再起竿 完了再过来再鼓掌 挺受感动的 我们说什么叫言传身教啊 可能侯先生当年给您这张照片 就是想让您知道铁路文工团 它是一个怎样的传统 要怎样去服务于铁路职工 我觉得韩排老师对得起 侯先生对您的教诲啊 还有一次我印象是 我师父教我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爷俩一块上春晚 审查完节目半夜12点了 就回他家 说到家吃碗面吧 他做面的时候呢 桌子上就有一堆贝壳 前面去海南演出 买回来的 搁这挺好看的 做饭去 我就在那看挨个 挨个翻着看 他端了两碗面进来 说看什么呢 我说我一直在看这个 这个是没经过加工的 纯天然的 你看了喜欢吧 这叫自然 你看着顺 就接地气 对吧 我说对 记住 以后说相上就照着他走 你看 跟高人聊天长能耐 就这真是这样 您这一说我都开窍 这真是 你比我开窍可开得早 其实说到侯先生 因为我这个年龄小 没见过几次 一般人我觉得 要是初见侯先生 得特紧张 您当年跟侯先生上课 或者到侯先生家去 您紧张吗 什么叫紧张妈呀 你把那后边那字给去了 竟胜紧张了 第一次给我排练的时候 给我拍修课了 他是拿砖头拍的 没有 就说 就一句话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说了一下午 这有什么可排一下午的呢 他说 孩子 我为什么要这么要求你 因为你看看 你整个这个段子 我那是一篇歌颂的相声 你的起点应该在哪 他说 你表演的曲线是这样的 头一天刚说完 给我拍晕了 奶奶吓坏了 把那冰川全爬了出来 用毛巾包上 给我压在头顶 完了 我师父拍完之后 就有顾虑了 要预 不是 要把我赶出师门 这为什么说 这孩子们身体不行啊 就问别人说 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是怎么那么回事 后来他们说 没毛病 就是吓的 没毛病 因为他本身 这孩子就没经过 那种严格的 那种专业的 那种训练 后来我师父 他说不听 打 还打 打呀 这么大人 这么说好就变 几乎是打 原来他一打一朵 一打一朵 后来一朵 后来他不打了 他不打了 挺好 说错了觉得脸疼 因为蹬刺你看不着 说错了脸疼 为什么疼 那不知道 疼吗 疼 他拿皮筋做个弹弓 他在手上 在手上弄皮筋 弄皮筋 他教训你一下 啪 说错了 啪 就来 我说您这什么招都能想着 不是 这是叫你们逼的 我打不着你 你跑 我就得教训你 不打你 记不住 真的有意思 我们来看看吧 这个还有一张 这也是跟侯先生的照片 这还有施盛杰先生 是吧 对 三个都是施先生徒弟 这当时聊什么的 您还记得吗 把我们三个分了 怎么叫分了呢 这个怨谁呢 怨 怨 胡小华先生 对 侯先生那会儿 侯君做饭 完了 突然间 侯先生就说 盛杰啊 这个侯君啊 得拜你 你收了这个侯君 你的徒弟呢 都算我干儿子 完了 我说 那不行啊 你不能都给弄走了啊 你得把王敏留给我啊 因为他跟我徒弟是搭档啊 对 又弄那边就留